總統改到高雄上班 五大難關待解決 未來雙首長 行政院長在台北 總統在高雄上班 這不是非常好的一個安排嗎 高雄市長韓國瑜 拋出如果當選總統 也會在高雄上班 不會離開高雄 還強調總統府不要班 只要總統一個人動就好 幹嘛呢 這中間有五個難關得解決了 首先總統要駐哪 萬一遇上抗爭 鄰居被騷擾外 維安也很困擾 其次 總統晉升特勤 將近50人 加上其他內衛 更達200人 他們又要駐哪 再來 如果閣員要向總統報告施政進度 車費與時間也是一大問題 第四點 由於桃園機場航班 比高雄小港機場航班多 外賓訪台 得從桃園搭車南下高雄 起碼要花兩個小時以上 最後 反斬首及總統緊急避難的 萬軍計劃 得全部重新規劃 台市長只是一句話嘛 他也沒有提出來 他講這句話 他後面的很嚴肅的思考是什麼啦 這是個假議題啦 不會發生 因為明年的總統大選 康國瑜不可能贏得了我 尊重賴清德前院長的發言 這個議題是真是假 全部在觀念 觀念一轉 全部都會轉 其實我早都看出來了 南北的的確發展是不平衡的 也許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台灣整個北部跟南部的生命力 同時噴發出來 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蘋果新聞網現在改版的 所以說呢 你要即時的獲得第一手的資訊 你現在進去 很簡單這樣簡單 你只要登入FB 你的電話號碼 或是Google 你就可以馬上獲得第一手的資訊 希望大家喜歡蘋果 加入好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你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現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我們來註冊